为了照顾成人自闭症患者 花莲黎明教养院筹募基金 筹建了黎明喜乐园 今年三月中主体工程竣工 预计将可以照顾到 72个自闭症的家庭 黎明教养院的执行长梁桂花表示 主建筑完工 但是内部设备空荡荡 期盼社会各界 能够就喜乐园官网来协助募款支持 好安顿这些自闭症的成年人 今年三月中 为在寿风箱主体工程竣工的黎明喜乐园 是一座为成人自闭症良生打造的 安生利命家园 黎明透过46年的照护经验 累计对自闭症照护的专业能力 黎明机构执行长梁桂花表示 后续只要取得实用执照 整体完工启用与全数肯纳而进驻 预计到明年就能实现 虽然还没正式启用 但已有50个家庭在排队等候 目前其实喜乐园它主要是照顾成人自闭症者 那这成人自闭症者一方面它又有心智障碍的部分 那所以在我们目前整个喜乐园可以安置72床 其中就是日间有14床 全日住宿型的有58床 下半年可以取得设立许可 那也因为设立许可取得之后 其实就是营运的开始了 欢迎大家可以看黎明喜乐园的官网 那可以在Google搜寻黎明喜乐园 其实就可以点选到 那我们目前在官网会有一些设施设备的项目需求 那可以请社会大众能够帮忙 这些设备需求帮我们 不管是捐款也好 或者是有家里都觉得还不错的二手物品 都可以捐赠给黎明喜乐园 黎明喜乐园分为两栋大楼 大肯一村大立二村 工程建置共72床 将可照顾到72个自闭症家庭 内部设施需求 包含电梯设备 承架 折叠椅 扫具柜 洗衣机 轰衣机等多项设备 其番有意帮助黎明机构的社会大众或企业单位 可上网搜寻黎明喜乐园官网 了解更多需求 记者长方彦华理事报导